好 交点拉回台湾 大家看这位网络症妹姑婉云 在今年年初呢 她照样鸡丢了 但是里面有三张 她泡汤的裸照万流 也被人散布在网络上 台北地铁鼠查出 这是一名在世新大学 打工的大学男生 她捡到相机之后呢 备份了照片 还转发给朋友 导致这个裸照呢 在网络上疯传 目前北检在查气之后 起诉了这名大学男生 还有她的三名友人 2011年 今年在线上游戏广告尖叫 长达4秒钟 NONO姑婉云成了网友关注焦点 世界棒球经典赛 以国旗周兄的清凉照 替中华队加油或蜡身材 加上甜美笑容 姑婉云从此声名大噪 粉丝团也直冲35万人按赞 从尖叫妹成了国旗妹 因为网络走红却 也因为网络陷入低潮 今年初姑婉云遗失相机 没想到泡汤自拍裸照曝光 被网友疯传 台北地铁鼠查出 在世兴大学招领中心 打工的许姓男大生 捡到姑婉云的相机 备份照片后 再把罗照传给友人 导致照片在网络流传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 姑婉云也po网宣泄 羁押已久的情绪 她说我要用力狠狠地 打那些说我是 自倒自演的人的脸 我一直都知道凶手是谁 还怒嗆网络酸民 脸肿了吗酸酸 所谓的活该是罪有应得 我犯了什么罪 只是事发后顾婉云 难敌舆论休学 一直到今年九月 才低调复学 现在查出真凶 她只希望事情能早日落幕 记者何慧荣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